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货币 上面还有一些文字 这些信息应该能证明它来自广州吧 从金叶子的名文可以看出它们的产地 这些金叶子是来自杭州的哦 线索 陶瓷器 船上大部分物品是陶瓷器 请从陶瓷器中寻找突破口 这些都是福建生产的瓷器 那跟广州应该没什么关系 警告 时长不足三分钟 诶 或许是陶瓷呢 既然不是瓷器 那这批陶瓷呢 或许和广州的冠 这些陶瓷是用来装酒水的 装酒 那这些酒应该是供船上人员饮用 或者是海外贸易用的吧 哦 原来这些酱油罐和南越国公署 一只奉代地层出土的罐子很像 没错 南海一号上这些陶罐 就是这艘船途经广州的线索 它们与广州出土的部分罐子 都产自佛山 恭喜你 丑官成功